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电竞圈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难以帮助芒果撬动电竞圈层的粉丝 至于李希瑞 众多粉丝们虽然不服气 又是帅影视实际图 又是拿超话签到证明火粉多 但其实他的国民度真没有粉丝想象中那么高 更别提人气了 此外 李希瑞发动态参加全民自荐本就晚于活动截止时间 而且中午刚自见 下午就出现在了长沙机场 他究竟是踢补还是救场 亦或是早就和节目组达成了协议指示走歌形式 目前未知 但他一轮游应该是剧本安排 你请我愿的是 一宫录制结束后 浪杰无尽两天录制了二宫的分组和选取 相关情况也已经流出了一部分 可信度很高 因为结果出自浪杰斗半专组公认的一位瓜主 与一宫一样 二宫同样是八个小组 两个六人组 两个四人组 两个两人组 但赛制应该不是两两匹配了 具体分组如下 六人组 其一是刘欣 袁亚维 吴杨 苗苗 张雨昕 国碧亭 其二是万妮达 银蜜 范甜甜 朱丹 李佳格 赵一欢 四人组 其一是郑妮可 孙夏琳 季蒙佳和郭书瑶 其二是陈立军 萨鼎鼎 陈浩宇和柳妍 其三是七威 王林 蔡文静和谢敬艳 其四是何杰 周杨青 麦和杨景华 两人组 其一是尚文杰和蔡诗云 其二是韩雪和法国姐姐乔伊斯 相较于一宫 二宫的八个小组中只有陈立军组全员保留 应该是一宫拿到全场第一的待遇 而其他七个小组全部打乱重组了 不过 七威组并没有大动 只是泰国姐姐麦替换成了王林 七威组一宫被吐槽舞蹈不齐 麦最近遭遇了不少差评 被怀疑在舞台上滑水拖累了全组 因为之前的路透中从没被拍到与其微 蔡文静 谢晶晶同时乘坐大巴车下班 值得一提的是 三月二宫的本营有33人 但瓜主爆出的分组名单只有32人 缺席的那个人是俄罗斯姐姐Marie 被爆料是她承受不了录制强度 所以退赛了 林静一宫录制前夕 美国姐姐三舍退赛 如今俄罗斯姐姐Marie一宫后退赛 不少网友调侃这季节目是退赛季 此外 有助泰国神言美誉的麦 加盟浪杰舞的消息传出后备受期待 甚至有人认为她能复制去年支付的路子 但如今口碑已经翻车 不仅一公路之前最晚到长沙 而且从未被拍到与队友其微 谢晶晶 蔡文静同乘大巴车下班 四人合练的机会很少 美国姐姐和俄罗斯姐姐相继退赛 再加之泰国姐姐态度一丝不认真 这两件事已经引起了众多节目粉的不满 芒果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 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真的重要吗 明明国内还有很多适合参加节目的姐姐 回归正题 纵观二宫的八个小组 实力和人气均衡下来最强的人 就是陈丽君组 再加之已经有一宫模合后的默契 他们依然有希望拿到二宫的全场第一 陈丽君组之后 商文杰和蔡世云这个两人组的功后实力最强 珍妮可 孙夏琳 季孟佳和郭树瑶这个四人组的唱跳实力最强 流星率领的六人组综合实力也不弱 至于其他四个小组 各有各的短板 韩雪和乔伊斯大概率只能占装唱了 而占装本就不具备太大优势 黄林毕竟已经53了 比宁静还大两岁 显然是七威组的短板 和接唱跳俱佳 但周杨青和杨景华每次都需要花时间突击 而卖是潜在的内忧 一宫录完的第二天就回泰国了 据说正在泰国拍戏 万尼打组一半专业一半外行 尤其范田田不容易每次都有恰当的角色 选区方面 目前只曝光了六首歌 分别是孙燕姿的神奇 陈丽的虚拟 瓦盈盈的素 周杰 伦的青花词 时代少年团的楼外楼和张慧妹的身后 与一宫对比 二宫目前被爆的这部分选取值得备赞 居然同时买了千禧年后三位天王天后周杰伦 林俊杰和张慧妹的作品 当然了 既要你管曾出现在浪解三舞台上后 时代少年团的楼外楼再次备选又遭遇了不少吐槽 而此前同为顶流的张艺兴的作品 也曾多次被节目组选中 但节目组似乎并不在意这部分观众的建议 从上来看浪解五二宫的分组没有太大惊喜 除了陈立军组依然强之外 其他七组都没有能引起高期待的强大实力 但愿公演示会有惊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